创造101总赛结束后,101女孩们热度开始逐渐降低,而火箭少女101出道团虽然组建成军开启综艺代言和商演之路,但是因为出道发布会的意外取消的这一幕,却引起不少媒体的猜测,其实火箭少女101这个团在成员的合约问题上所面临的处境,不比9%的成员合约状况好多少, 毕竟吴轩怡和孟美琪还都是宇宙少女的成员,乐华的操作是想着让两人在两个组合里左右逢圆两边捞钱,但是实践起来并不容易,从偶像练习生到创造101,其实出道与否并不是最重要的,在舞台上赚足人气打开知名度才是最关键的。 9%已经出道100天,由于旨在盲商演和代言,仍旧没有出道音乐作品,说好的团宗9%少年也拖到了9月30号,而转眼看一下昆英四子的Warner组合,综艺代言音乐作品稳步发展,反而势图强劲, 其实在创造101舞台上没有成功出道的选手中,也有不少人气很旺的女孩,比如刘仁宇、西燕迪、吕小宇、王菊、胖虎高秋子、小陈总、陈一涵、强冬月等人。 而在最新一期的《美食告白记》里,迎来了吕小宇、强冬月、高秋子、邯丹等101女孩,在做美食时,101女孩们聊到了《创造101》这个节目的话题, 吕小宇非常感念罗志祥对他的照顾,因为有隔上吊环的环节,老是坚持给他做安全防护措施,罗志祥的细心程度可见一斑, 而当聊到黄子涛在那七游选手意外摔倒的节目时,吕小宇说道,连制片姐姐和导演姐姐拉都拉不回来,就是特别生气, 强冬月也表示当时众人确实被吓到了,而且黄子涛气到不想录了,这时高秋子察觉这个节目可能在故意引他们的话题, 所以一直比较客观的在帮黄子涛解释,其实,高秋子说的没错,黄子涛前一天看到他们都在那边, 那里哭啊,哭被感动了,就感觉大家关系那么好,就因为那件事情,有人摔倒没人管就生气了, 这个节目虽然是美食节目,但是现场编导明显就不怎美食,再次抛出一个话题, 仍旧是围绕着黄子涛,编导直接问道,你们觉得黄子涛老师帅,还是王一博老师帅, 这明显就是编导为了节目增加话题在挑逝,不过这次小姐们回答就成熟多了, 吕小宇听到这个问题后,仰天大笑,然后说了一句很官方的回答,各有各的帅, 邯丹直接说道,黄子涛老师有点邪气的帅,而强冬月最后总结了一下, 说黄子涛是皮帅,其实,黄子涛是一个很耿直,又内心敏感的人, 外表确实有点高冷,不过,皮帅这个词和他有点不搭,大家觉得呢? 感谢观看